製造 我们来看到 iPhone的组装三哥伪创 在印度的厂 它是主作iPhone 7 iPhone SE 居然被打砸抢 几百名闯进去 这个是印度今天 各大报纸的头版画面 你看到伪创伪创伪创 整版在讲伪创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今天要请示冲 带我们好好看进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 翻开报纸今天都说 因为劳资 所谓的薪水谈不拢 敲不败 没有想到背后还有 更大的幽灵 在山英峰点鬼火 没错 在12号的时候 伪创在纳萨尔普尔 印度的一个省里面的 一个代工厂 发生了这个暴动 这个暴动约莫有2000人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就是当地媒体 露出来的这个画面 打砸抢了各式各样的画面 包括说烧了当地的生产线 烧外面的这个车辆 甚至还有人进去工厂里面 抢了他们的iPhone 甚至还有人要进去 生产线里面坐这个 你看这个车都被翻掉 所以你看这是伪创的这个标志 非常明显 那进去这个生产线里面 你看大肆的这个破坏 甚至印度媒体都大幅的这个报道 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伪创的股价 也出现了不小的这个跌幅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暴动的这个事件呢 那当地的这个媒体 或是部分媒体就说 是因为薪资的问题 为什么薪资的问题 你当时就披露说 你伪创当初 承诺给这个工程系的这个人员 一个月是2.1万的 这个所谓印度的卢比 后来降到1.6万 然后后来又降到1.2万 所以因为薪资的这个状况 但是第一个时间 伪创就说 没有没有 不会是因为薪资的问题 为什么他那么在意 就像你知道吗 因为苹果会对这种薪资问题 他会非常劳资的问题 如果你出现这种劳资问题 他可能会抽你的单 所以伪创第一个事情就说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那就怪了 今天我们都以为会是薪资问题 导致于今天这一场暴动 几百个人打 烧 抢 如果不是薪资那是什么呢 对 伪创第一个事情就说 那是因为外部人进来 他说这个是为什么 他说我们当地的这个员工 我们都是跟当地的仲介签好了 如果有劳资的问题的话 那是当地的仲介 跟当地工人这个问题 他说说这可能是友人 或者说当地的仲介 或是我们工厂里面的一些高级干部 可能委托 跟外面的人内神通外鬼 然后勾结他们进来之后 进行一个外部人进来 侵犯的一个状况 他直指说这后面 有可能会是个种姓制度 所引起的一个暴动 你说今天大家看到伪创的 这个打烧 砸抢 背后是种姓制度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很多的工厂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都会比较低种姓制度的 这个低阶的人 他们会听高阶的人 最高阶的人有心散动的时候 就造成这样一起暴动的这个事件 那你要说这是独有这样 伪创发生过吗 不是 事实上有日本厂商都曾经发生过 这是日本的这个林木汽车 林木汽车它在2012年的7月18号的时候 也爆发过大规模的种族问题 种姓制度问题发生的一个暴动事件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聘请一些 低种姓制度跟高阶人员 他们一起在工作 就不想要高阶人员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们想要请低阶人员来 低阶人员没有工作 要请高阶人员来工作 就不想要高阶人员不愿意工作 就是那样的他们跟管理阶层出现 一个不对谈的这个状态 导致这样出现一个当场的大暴动 那这个暴动一共造成了90个人受伤 甚至还有一名的工厂的高管死亡 那还不是只有这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情是2016年的时候 印度种姓流非常多种人 那有一种人叫贾特人 贾特人他们当地那个邦就说 我们要把这个下阶层的这个员工的 这个劳动的这个保障 跟你们上阶层的贾特人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他们就非常不爽 他们说我们是高阶 我们在这个配额上面 我们在薪资上面 或者劳动条件上面 跟这个低阶人 怎么可以一起混合一谈呢 总姓我就是高领一等 你凭什么跟我平起平过 结果没想要引发这个暴力冲突 你看这个 这是当时暴力冲突的整个画面 那包括日本当时的这个本田林木 还有爱信的这个经济工业 都受到破坏 居然你知道爱信经济的工业 甚至他们员工被 他们的这个高管被包围在员工里面 后来就出动军用直升机 把他们载出来 你就知道那个暴动 暴动成什么样子 那一共造成的约末也是非常多人 大概有30个人死亡的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说总姓制度变成是 外伤到印度去的时候 一个没办法碰触到的痛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伪创的那一把火 那一把打砸抢的现场 一直到Suzuki几年前的整个暴动 背后都拉拉拉拉 拉到了一个你看不到的幽灵 种姓制度 在后面山峰点火吗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人 郭董 郭董2015年就说要大举投资印度 为什么最后仍然没有 在印度投资甚至出走印度呢 除了种姓制度之外 印度还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坑 没错 我们看到这是红海郭台铭创办人的 他说的话 他说我在2015年的时候 准备要打局到印度去投资 就像你知道他当时还说了 我跟那个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邀请我到他家去 家宴了两次 讲了非常多 他跟我讲印度未来的发展 叫我一定要去投资 甚至他还说了 当时印度的首富阿巴尼 还拜托他 还跟他讲了非常多 我们一起来投资一些东西 他当时也说信心 这个浩浩荡荡说我要投资 他当时2015年宣布的时候 你知道他要投资50亿美元 在那个地方 同时他说我要在印度聘请 100万名的员工 结果你知道时间过去到现在为止 来说的话 他目前为止 印度的员工只有10万人 我们记得当时2015年 郭总怎么说 他是唯一能够获邀两次进到 莫迪加去吃饭接受款待的人 没错 已经进到总理家了 然后开很好的条件 吸引你投资 整个都应该水到渠成 最后居然只有10万人 对 10万人 他说什么为什么没办法做 他说没想到 连这个代工皇帝 他都在印度吃鳖 他说什么 缺电的问题 电力时有时没有 然后还有员工加班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员工 是可以加班的 但是在印度人 加班不可能 他们就会给你离职 另外还有一个罢工的问题 这个三大问题变成是 鸿海择翼在印度 他现在转到哪里去 转到越南去了 等一下 今天我要你加班 生产线的必然 这个根本就是多加班 多给你加班费 又不是要你做白工 你也不肯 但是他们的文化上面 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没办法 接受加班的这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讲 缺电问题也是困扰 郭台铭总算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印度 它有五个 这个所谓电力区的范围 包括东北区 东区 北区 西区 还有这个南区 这五个 就像我们去过印度都知道 印度常常跳电 印度的工程 这个工业出院的人都说 有三五次 尤其是到旺季的时候 一天跳个两三次 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甚至你去印度的这个大饭店 你就知道 印度大饭店外面 都会停一台非常大的卡车 那这卡车要做什么 这卡车是在发电用的 除了这个发电用 你知道 事实上整个印度 曾经发生过非常多次 所谓断电的这个状况 第一次是在什么 2012年的时候 就讲你知道那次大断电 导致什么 印度有一半以上的电力 完全冲断 甚至连印度的新德里的地铁 也完全停摆 那还不止这样 到之前的时候 他们还举办一个U21的 这个青年世界杯的这个比赛 结果中国大会跟日本在比赛 他踢到一半的时候 没电了 没电 全世界 全世界在转播的时候 停电 那停电的时候 20分钟之后重新开梯 所以很多印度人来说 缺电是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但是你知道印度的电非常老旧 然后又常常有人偷电 这么一大堆问题 所以电力一直是 外资企业在印度一个 最大最大的麻烦之一 所以我今天要在这边 布一个产线 我不管是iPhone也好 我甚至电动车 产线怎么可能一刻没电 对 而且因为没电 还有非常多有意思的画面 就出现了 我们有一个印度 这个算是理髮商 理髮的这个剃头师 你看他很厉害 这个头发着火了 对 用火去理髮 为什么用火去 他喷了一些胶 然后用火上去之后 看了可能火 这个头发烧得差不多之后 然后把它扑灭 然后把它剪剪剪 用这样剪下来 那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呢 因为他以后 一次偶然的状况之下 他在剪剪剪剪的过程 用那用那种所谓 垫的剃刀 剃剃剃到一半的时候 没电没办法用的时候 怎么办 他就这个所谓 这个性质大发就说 那我用火用蜡烛来给你理髮 就没想到 这个反而是因为缺电的问题 反而有这样一个 新奇的这个画面 出现在印度 等一下 今天这个画面 我们不要强调 这个危险行为 绝对绝对不可以模仿 没错 但问题是 我以为这个是另类的 所谓的什么 艺术创作的 结果是因为 缺电 最后就是走到没有办法的 没电 我最后路不转人转 所以你知道 印度人非常有意思 没电的时候 我用蜡烛 用蜡烛 那可不可以用火来烧 就这样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 现在反而是 很多人都到印度 印度很多人就很愿意体验 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画面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印度我们刚才讲 缺电还有劳工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罢工的问题 你知道吗 在今年印度的时候 在11月26号的时候 发生他们史上最大的罢工事件 就这样你知道 一共有多少人罢工吗 多少 2.5亿人 多少人2.5亿上街 这大概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你知道 为什么 他们不装什么呢 因为最近他们要修改 这位劳动法 要削减一些劳动的权益 就有10个工商团体 他们串联所有的民众 出来罢工 这个罢工是莫迪上台 6年之后的第5次的大规模的罢工 上一次罢工 约莫有2亿人上街 上街 他们动辄都是一来一去 这样子来罢工 罢工之后会导致什么 所有的生产线都出现一个停摆的状况 所以我们知道 为什么郭台銘董事长会觉得 他去了那么多人都觉得 我实在是搞不定印度 因为印度这些问题 说实在 没有搞定之前 他想要成为世界工厂 恐怕还有很大的路要走 邀请您一起加入 57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这个 病不弱 咱 qui do